目前距离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已经越来越近 中国跳水队也正在国内紧张集训 全红蝉他们都期待可以在巴黎奥运会夺得更多金牌 为国争光 而在全红蝉以及陈玉希他们认真集训的时候 最近网络上却出现了一个传言 说中国奥运代表团正在进行奥运开幕式的起手投票 还提到全红蝉他们的票数问题 进而在粉丝群体引发了不少争论 从某些媒体人的报道可以看到 这些人声称 最近在奥运会开幕式的起手投票中 全红蝉的队友陈玉希已经拿到了6万的票数 比起全红蝉要高一些 目前处于遥遥领先的阶段 这位博主还声称 全红蝉出生在农村 根本拼不过陈玉希 很显然 这位媒体人的报道 虽然看起来像是那么一回事 但实际上根本经不起推敲 而且大概率是杜撰的谣言 首先我们从官方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到 中国奥运代表团根本就没有进行 所谓的奥运会开幕式起手的选拔 一般中国代表团开幕式的起手 都会有非常优秀的运动员来担任 至于具体的人选 我们代表团内部 会通过公平公正的环节来进行选择 另外一方面 关于陈玉希的票数 B 全红蝉高更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因为我们连一张截图都没有看到 而且从这位博主的言论可以看到 这篇报道完全是在试图挑拨 全红蝉和他队友的关系 嘲讽陈玉希的实力背景不简单 说实话 全红蝉他们两个人 都是非常优秀的国家队运动员 但是从年龄和资历上来看 他们还不具备实力 担任中国奥运代表团的起手 这并不是看不起全红蝉 而是因为他们未来的路还有很长 他们还需要争夺更多的荣誉 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另外一方面 全红蝉他们两人一直非常的努力 关系也非常的不错 这段时间一直在努力搭档备战 希望在巴黎奥运会取得好的成绩 所以我们希望各位粉丝 能够区分清楚那些带节奏的谣言 不要因此影响到全红蝉和他搭档的关系 毕竟在这个网络时代 所有的运动员都可以看到外界的消息 一旦为这些不好的消息影响到心态 全红蝉他们极有可能会在巴黎奥运会 出现失利的情况 一直以来 其实全红蝉都强调 自己和队友的关系非常好 平时两人也都是良性竞争 如果真心为了全红蝉好的话 就应该支持他和他的队友 支持中国跳水队 祝福我们的国家队在奥运会取得佳绩 另外一方面 希望那些所谓的媒体人可以有一些底线 不要再带节奏造谣 更不要杜撰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 否则到头来恐怕会吃不了兜着走